小池刚被警察从绑匪手上救出来 又被警察亲自送上了黑帮的豪车 黑帮男人拿出眼罩让小池戴上 小池感觉情况不妙 想要呼叫车窗外的警察求救 但却没有丝毫作用 随后男人就拿出手枪威胁小池 半小时后 小池就被带到了黑帮老大家 原来就在几天前 小池的丈夫委托前女友 带着她找到黑帮老大 她和老大商议 只要老大帮助她不和小池离婚 在得到小池母亲价值十亿地皮的遗产后 将拿出15%作为酬劳给到老大 并且可以利用那些地皮帮助黑老大洗钱 两人就此达成了合作 第二天 小池在黑老大家中见到了丈夫 黑老大告诉小池 男人出轨很正常 要求小池不能和丈夫离婚 但小池站起来表示反对 黑老大见小池十分固执 当即决定用暴力施压 然后从手下那里拿出手枪 对着小池身后的花瓶就是一枪 小池被枪声吓坏了 当场就妥协了 接着 黑老大又从小池丈夫那里拿过财产委托协议 让小池签字 这一次小池不愿意钱 他向老大提出建议 如果老大愿意反过来帮他 他会拿出更多的钱给老大 丈夫被他的行为吓坏了 小池接着说 只要老大愿意帮他 他以后会按照老大的意思行事 老大突然感到为难 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 他拿出左轮手枪 在枪里放了一枚子弹 然后再分别对着他们开枪 两人只要谁认输 他就帮另外一个人 第一枪对着小池时 小池没有认输 幸好是空枪 紧张刺激的左轮手枪游戏 一直持续到第四轮 对着小池丈夫时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老大就开了枪 但还是空枪 第五枪 轮到小池了 现在中枪几率达到50% 小池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内心的折磨 选择了保密 答应签字 而另一面 牛排正在全力调查小池的踪迹